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挺紧张的 因为赛场上跟平时自由练习不太一样 因为赛场上大家都会争夺的往前冲 冲第一 在今晚的时候可能要经历超车 或者是比如说前面会经历摔车的情况 很多临场的那种都会发生 所以说不知道会比赛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所以说还是挺紧张的 就是尽量多练习咯 然后还有体能方面 因为在一场比赛里可能要跑十几拳或二十几拳 对 要体能方面 还有说在那个赛道的熟悉度吧 希望能跑一个靠前的位置吧 前五或者是站上领奖台就行 汽车吧 开赛车 或者是滑雪 或者是滑滑板 其实会 但是我想学一些技巧 算是 对 还挺强的 会 对 肯定会在意 但有没有那么多 就会听 会吸取 就是我只不过是把喜欢的东西做得比较认真 跟怎么说呢 就比如说我很喜欢玩乐高的话 我就会攒很多乐高 然后会一直拼拼拼 然后就那样会买很多 就比如说我喜欢骑车的话 我就要就这一小时间 一早时间就去骑 就是这样 只是我表达一下我喜欢的东西 然后去怎么做而已 没有说经典与录 我哪有很有道理的话 我们没觉得有 我觉得挺幸运的 就是不仅是我喜欢的 而且是我爸妈支持的 而且是在喜欢的这个道路上一直坐下去 然后还有一点点的小成绩 都还不是职业 都只是兴趣爱好挂了一个名字而已 然后就是一般的话 如果我那一天能骑车的话 我可能白天就去骑车 然后一直骑到下午 六七两钟回来之后 然后晚上没事的话打个游戏 一会拼个乐高这样 这一天的休息时间 还行吧 自信 大男子主义 好胜 就挺轻松的 我觉得幸福感是要有惊喜吧 最近都还挺平 但是很开心 谢谢 谢谢你们 关注赛车手 以及乐高小能手的微博